那么他认为我们是很极端 很什么 因为他不了解 不了解才会这样 他一直以为我们在反对他们 反对他们 因为我们华校不想学国语 不要讲这个姚一文 我们好像甚至连国语都不想学 其实不是的 教育部在反对声浪当中 落实赵一文书法教学 争议浪尖上 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越先紧绷 新任教终主席谢立毅直言 本届理事成立跨族群委员会 继续能和活跃与教育方面的 无以应语团体交流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交流 他不来我们要请 他不夸心我们夸出去 我们可以请他来这里 来跟我们交流 我们可以用短片来介绍我们教组 我们扮演的结设 然后再跟他怎样配合 可能在争取一些教育课题方面 有这个示范功倍的效果 可能他不会误解你 可能他还会支持你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而且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组 这个花族群的小组 所以我相信 我们这些花族群如果办多一点 再办多 大家都再办的话 慢慢就会断化 就会更多人了解 这些问题就不会再产生了 改天我们再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明白 我们做的东西不是要反对他们 同时系列也足以点出教组在花小教育一题 比方说人数两极化 非怀疑人数攀升 以及增见半仙等问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教组有几样重点的工作 那么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是 是用这个种子 我们不可以忘记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强 加强这些重点的 有时往往我们一直在做 做我们忘记的 我们之前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那么第一项呢 反对不利划小的政策 这个是一项来在做的 我们是所谓不平则反 这个反不是 这个反就是说反对 这个反不是说去反这个政府 我们不平则反 不公则争 你不公平我们就要争取 然后第二呢 争取这个建效和签效 这是我们的重点工作 要建效 某些地方需要建效的 我们去争取 然后签效 比如说之前可能前朝 答应的一些签效的 还没有做 我们必须要更新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呢 针对华教课题 展开这个调查研究工作 这个我们都有做 我们最近昨天又发了一个 关于这个华教课题 学生减少的啦 马来学生增加的啦 我们都会去做研究 第四项呢 是改善华小的失职问题 华小的老师一直缺少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改善 改善这个华小失职呢 也不止说增加老师的 也包括说去训练这些老师 让他们再次训练 比如说我们有中国团嘛 台湾团嘛 让他们去那边再学习 长久以来失职短缺的问题 不断困扰着华校 谢礼仪坦言 过去十年以来 尽管华小失职短缺人数 已经从每年三千 减少到一千 但人手依然周金见轴 他认为 重启2012年成立的 解决华小失职短缺问题 特别委员会 会能缓和失职短缺的问题 除了这个有五年制的 这个协式课程 我们的PISMP 除了这个五年制的 我们也当时我们也要 争取到开办这个大协毕业的 大协毕业生释放课程 让他们录取 他们进入这个假期时讯 不过呢 这个委员会呢 已经没有在操作了 就是说我们在当时 在国阵的时候 到了这个西门的时候就没有了 已经没有操作了 到现在还没有 那时候已经没有操作 没有开过会议 没有讨论过失职的问题 所以 他的失职就变成 本来一个时候 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变成现在1000个了 然后每年还会再增加 所以我们就希望 这一步呢 应该要定期召开会议 我们叫总和校长制工会 召开会议 最好呢 就能够启动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委员会 我们每次讲 学校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老师 学校的成败呢 也是老师 那么如果 黄朽失职 短期问题呢 长期无法解决的话 必然会影响到 华教的化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